那我们六点半到了 所以我们开始了 那你就把讲义拿出来 好,我们这一次讲义有改版 OK 那改版是因为最近这几次的考试呢 加了很多 慢慢来,慢慢来 你要 等一下,擦擦的 不要 这样就好了 擦擦的不要就好了 好,因为这几次的国考呢 多增加了一些题目进来 那些题目在我们的 以前的教科书里面 它并没有提到 尤其在心脏血管系统这一单元 出现的这种题目 好,还有每年都是在泌尿系统 心脏血管 就是第五章 就是这边的第五章 第六章 这两个单元最喜欢玩一些新的 就是国考里 就是我们的教科书里面 没有看到的东西 它冒出来了 好,那冒出来蛮多的 所以我们就做一次改版 好,把他一起 最近这两三次的国考呢 新的一些观念 全部都在统整进来 好,那我们 现在就开始第一页 好,手术病人的护理 这边呢 比较单纯 那他的题目的观念 会散杂在跟各个 以后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各个单元里面会搭在一起 好,所以我们来看 有一种叫做 诊断性的手术 诊断性的手术就是 我今天来帮这个病人开刀 好,尤其是做一种叫做 切片检查的手术 Biopathy,活体切片检查的手术 那是在看这个人 是不是这个器官 有了癌症的变化 好,或者这个部位 有了癌症的变化 那我们只要切下一小块组织 去做所谓的切片检查 好,切片检查 就是我把这个组织 切一小块下来 然后送到病理科里面 他们有一种很 很清晰的 切成薄片的刀子 好,你一块东西 被切成很薄很薄很薄的一片 薄到我们在显微镜下面 可以透光的 那样子就可以看到 细胞学里面的变化 就可以确定这个人 是不是这个区块有癌细胞 所以它是癌症的确定诊 是切片检查 那么切片检查 有各种方式来取得那一块组织 我们可以 比如说划开一个小伤口 然后手术刀拿来切开 这个怀疑这个部位有癌症 我们切开一个小伤口 然后取下一块组织 那也可以用来 Dividend这个 我们也可以用个内饰镜 放进去内脏里面 取下一个内脏的粘膜 或者切下一小伤口 比如说我用支气管镜 放进去 取下支气管 黏膜上面的一点点组织 这样子我就可以诊断 是不是有肺癌 我也可以用胃镜 拢进去到胃里面 切下一点点胃黏膜的组织 也可以看诊断 有没有胃癌 所以国考有时候就会问说 下列哪一些方式 可以作为癌症的确定诊 哪些方式 用哪些方式 其中一个可以肯定 就是可以用内饰镜 内饰镜 比如说我弄 从膀胱镜检 我把一个内饰镜 从尿道放进去膀胱 然后切下膀胱的粘膜 去化验 所以这是我们的国家考题 膀胱癌的确定诊 可以用下列哪个方式 可不可以用膀胱镜 内饰镜来切片检查 OK可以的 好那顾锡心手术 顾锡心手术是这个人呢 接受这种手术 其实不是为了把病治好 也不是为了诊断 而是为了让他舒服一点 比如说我把神经阻断 这个手术 把某一个神经阻断 病人比较不会有顽固性的疼痛 但我只是帮他止痛 但我没有帮他把病治好 他只是缓和症状 尤其是缓和疼痛 有时候会做个气阶照口 让他能呼吸 做个肠照楼 让他能够粪便能出来 做个膀胱照楼 让他的尿液能够出来 这个都叫做姑息型手术 来我们看目的是减轻症状 比如说我把神经阻断 我把某一条神经阻断 或者是我为了让病人 能够继续活下去的基本需求 比如说我做气阶 是让他能够呼吸 我做膀胱照楼 是让他能够把尿液引出来 那这种这个不是来治好病的 比如说应该是例子 不应该说目的 应该是例子 像结昌照楼 比如是排便 那个也算是目的 我会做气阶来可以作为 呼吸道的通畅 所以举了一些例子 那我们国考怎么考 下恋哪一些状况 属于姑息型手术 A 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 为了能够有很好的换气 而做了气管的灶楼 可不可以 可以 就是这样子气阶 就是这么简单的考题 好第二大点 每一个手术其实都有风险 不管这个手术再怎么的微小 再怎么的简单 这个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任何一个手术 小到局部麻醉的手术 都有一定的风险 那么我们国考很喜欢考的就是 来第四小点 抑制我们的凝血功能 抑制我们凝血功能 有一些药物 会把我们正常的凝血功能 把它压制住 变成我们如果正在出血 那你又开刀 那这个出血会很容易 很不容易止血 因为任何一个手术 都会有出血的问题 都要靠我们人体正常的止血功能 凝血功能 但是有一些药物 它会把我们的凝血功能 给block掉 给阻断掉 或者压制掉 那这一些药 在手术前 在术前就应该 药部就是停药 药部就是减量 不能够再用 尤其手术前 大概五到七天 甚至差不多一个礼拜 这个药都应该停 哪些药应该先停呢 来第一个 阿斯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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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抑制血小板的明集 所以我今天要去开刀 其实我前一个礼拜 我阿斯匹林这种药就不能用 那再怎么紧急 至少要有五天的时间不要用 所以很简单 就是大概 这些药大概停止都要一个礼拜左右 一个礼拜左右 你可以注明一下 大概这些药都要停止一个礼拜左右 让一些药完全从体内被排泄掉 被代泄掉 那接下来接受手术 才能够有正常的淋血功能 那注意阿斯匹林这个并不是去减少血小板的数量哦 它不会减少血小板的数量 它是把血小板的功能效能把它压低下来 但是数量没有减少 但是数量没有减少 所以题目看清楚 并不是去把一个血小板的数量压低 好那在这里我解释一下 如果你去看历年的国考题呢 你会发现 十年来 二十遍的考试 只有一年 只有一年 它那个题目写出来的答案是减少血小板的 阿斯匹林的效能是减少血小板的数量 那个就只有那一年出现那个怪题目 那个不要理它 你就不要理它了 而且那也是超过五年前的题目 你不要理它了 阿斯匹林不会让血小板的数量减少 而是会让血小板它的效能 凝结的效能降低 所以我们叫做抑制凝极 血小板的凝极 抑制这个功能 而不是抑制数量 搞清楚 它是抑制功能 而不是抑制数量 再来抗凝剂 抗凝剂有两大类 一类是用打针 一类是用吃的 口服的 好我们先介绍打针的 Heparin 就是甘素 Heparin这个叫做抗凝剂 那么它作用在哪一些凝血因子 第几凝血因子 哪些凝血因子 我告诉你 也许你们药物学会考 但我的内外科绝对不会考 它不会考你说 Heparin是抑制 在它的凝血作用 它制作有抗凝剂作用 是因为它抑制了哪些凝血因子 我告诉你 我内外科不会考这种题目 也许你药物学会考 药理学会考 但是我这个内外科不会考 它只会说Heparin是属于哪一类的药 抗凝剂 RCPin是属于哪一类的药 抑制血小板凝剂 就这么简单而已 但是Heparin是IV drip给药 IV drip给药 它不是用口服的 它不是用吃的 那基本上呢 在给抗Heparin的疗程里面呢 我们会定时去抽血验 它的APTT 活化部分 明显没缘时间 乐乐等的中文字串 乐乐等 但是你要是辛苦了 累了 你就至少 APTT 记起来就好了 好 我们会定期的来验APTT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